近日国务院办公室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重新提出要推动教育行业的发展 虽然内容只集中于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 但至少已为行业掃除一部分的政策阴霾 亦释除困扰大使的隐忧 自今年6月以来 当局对地产 科网 游戏 教育等行业作出监管 此事压跨投资者信心 导致港股于7月成为全球回报最差市场 以上行业监管带来的日出效应逐渐被消化 日后焦点将于新增长主引擎 的确 近日所见的违约 倒闭消息其实都是早前的政策所为流的副作用 除了一堆国有金融机构被审查之外 就没有任何新故事展开 当局似乎准备给予市场设许善息空间 随着科网企业的罚则公布及政策转向预期的增强 受累股份的资金流入月见清晰 大使距离底部似乎不远 正宏地产061589月实现销售额101.02亿元 人民币 下同 销售面积60.19万平方米 平均售价约每平方米1.680万元 近月走势相当平稳 反映毫无劈价需要 前9个月累计实现销售额1159.11亿元 完成全年1500亿元销售目标的77.27% 领先绝大部分同业 截至今年年中 集团政府债率已跌至低于60% 相信年底会达到55%至60% 少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同时预期剔除预收款后资产负债率更会由72% 降至70% 届时三条红线均提前转六档 其实 内房未来比拼的重点 相信是融资能力及成本 集团近年融资成本大降 亦将表外债务 商票等规模公开 所以更易取得较高评级 9月初亦成功发行票息较低的6.5厘美元债 反映市场相信集团财务状况可持续稳健 另外 目前个别内房急于受产 主因事急需资金周转 所以资产储置速度将较以往加快 现时是具实力的开发商执死鸡的阶段 投资者收集内房股份亦然 正荣控股股东于9月20日以每股平均价3.93港元 在场内增持200万股 涉资786万港元 增持后股权达至52.21% 可见大股东亦认为股份在现水平有收集价值 建议分住收集 地区苏 centro